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狮子会捐赠百万助学金给家福中心学子 高雄市三百一二区西子温狮子会会长吴新云 本周代表狮友捐赠百万助学金给二百名院童 南高雄被高雄家福中心受贿 新住民担心后代阿诚等家福学子于林皇宫用餐 感谢狮友雪中送叹 阿诚妈妈独立抚养二子 阿诚心疼妈妈辛劳 坚信教育能翻转生命 近日努力自学日文 将利用助学金进修 而小轩爸爸因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 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小轩运用游泳专长进入高职观光科 将持续游泳赛史赢得奖学金 以便继续就学 吴新云表示 教育是改变生命途径 秉持狮子会社会责任 募集资源 让家福求学不孤单 期待抛砖引玉 协助弱势家庭学子安心向学 勇敢追梦 南高雄家福中心主任郭树美说 家福孩子面临就学或就业两难抉择 特别在高中职求学阶段 学费增多 若缺乏补助 家庭经济缺口无疑是雪上加霜 感谢室友捐款 感谢室友捐款